国民党下周就会推出他们最强的总统 残选人到底是谁 外界自然非常有关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征召前 鸿海窗外人郭台铭 以及新北市长何友宜 也在5月12号这一天 首度的同台同框 也粉碎了王不见王有传闻 来看到两人是一同参加了 慈慧宫的宫庙活动 也共同点起了七卯炮 来恭请妈祖起架 而最被外界关心的 自然就是他们两人首度的 实质紧后收牵着手 自然也是要对外界展现所谓的团结 但是是真团结吗 来看到郭台铭就会慰问极乐 如果党内征召谁 是否都是可以合作的呢 他仅对媒体笑回 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了 所谓的在野大联盟 是不是有办法成行呢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办公室就表示了 柯文哲99.9%一定会参选到底 那这个0.1%的机会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呢 而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表示了 只要还有0.01%的机会 国民党都会全力以赴 并对外表示 下周5月17号 就会推出最强的总统参选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